在熱鬧的二手市集中 這台新騎的救星巴士特別吸睛 吸引許多民眾主動上車體驗 車內規劃三種急救體驗區 開放民眾互動學習 每個鐘一百下的速度 這樣子 成功成功成功 這次是用比較新的一個体感的科技 然後我們設計可以在車上 機油操作CPI AD 然後能夠掙扎到它做的動作 對或不對 然後即時來做一個回饋跟提醒操作者 那藉由這樣一個TICOM應用的部分 能夠很有趣的來學習這樣一個CPI 跟AD 跟哈姆尼克這樣子 第十一年 浩茲一千萬所打造的救星巴士 是全球首創的急救體驗車 讓民眾模擬真實情境下急救的狀況 現在在北投捷運站 有人在幫他做CPI 他請你打119 還有把AD電擊器拿過來 那你就負責電擊器的方法 大部分民眾都學習過CPI和AED 但不一定親身操作過 透過電腦探測與互動教學 民眾可以對急救過程與技巧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按壓舒服太慢了 是 比較大 對啊 對啊 還真的很辛苦 快快壓住 我覺得這很好 有時候就是差那很短暫的時間 可以救一個人 我覺得這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真實性 然後可以讓一般人 他能夠在很需要急救的時候 我們可以處於力量這樣子 除了高科技的體感互動教學 志工的現場輔助 糾正民眾錯誤姿勢與觀念 也是急救宣導的要素之一 不是交叉嗎 不是 這樣 這樣比較有力量 那現場只要有人急救的話 他存活的機會相對一定是高的 那像今年台北市相處的統計資料 今年度到現在來講 已經有73位 是到運前呼吸性叫沒有的 那經過我們的搶救之後 能夠很健康的看不出院 另外救星巴士上 也有哈姆利克法體驗區 急救藥領學起來 隨時都有可能救人一命 他的正後方 找出他的肚臍 肚臍的正上方 全眼相媚 全眼相媚 擠自己 他的胸腔 肚子這邊 像媚 像上面這邊 這個專案能夠 非常成功的落實 那獎金耗值一千多 非常感謝中國新托13基金會 台灣裁券中獎人 跟台灣裁券 那同時他們在 捐助這樣的環境的同時 也為了提升救人員的專業形象 他也同時也捐助我們的救護甲克 供台北市政府相處的一個救人員 來做一個穿著 展現出這種玩家的專業 花一點時間學習急救術 人人都有能力和機會 幫助到更多冰死的寶貴生命 成為熱心助援的平民英雄 阿賞 努力的故事 公路